韩国政府高层18日表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紧急召回朝鲜的驻外大使返国 计划召开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的会议 该政府人士表示金正恩下令召开大使会议 因此朝鲜在全世界的驻外大使 在上个周末已经全部返回平壤 据了解会议将在今明两天举行 50多名大使和办事处代表 以及外务省和劳动党的主要相关人士 将悉数参加这次大使会议 与会人员可能会在会议上总结先前的外交活动 商讨最近局势共用资讯 在接到对外活动的相关方针指示后 在下周返回驻地 朝鲜的大使会议至今已经举行了40多次 另一位政府人士表示 韩国政府每年定期召开公管大使会议 朝鲜则是每一到两年举行一次 特别是朝鲜几乎未曾公开过大使会议的内容 从金正恩上台后 朝鲜召开大使会议是继2015年和2017年之后的第三次 韩国政府人士关注的是 此次会议是朝鲜承诺无核化 以及金正恩分别与韩美中三国领袖举行会谈后举行的 金正恩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改变和相关的外交策略 下达建构朝鲜半岛和和平体制等指示 在朝鲜建政70周年纪念日前 金正恩可能会在大使会议中下达多项指示 另外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穿津会后 国际情势奏变 也可能是为了管束朝鲜驻外人员的纪纲 而召集了驻外使领馆长开会 金正恩今年在国际上的大动作让东北亚局势大变 朝鲜未来的外交政策显然也备受关注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